你現在聽的是神網第一線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點讚、訂閱和分享 看看訂閱狀況 我可以幫你一部正向部沙冷氣和主持人的概念頻道 希望大家都可以訂閱 也希望大家可以幫忙把直播和節目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的支持 23條又要講一下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已經生效了 今天是第四天了 有消息傳出來說警務處昨天 為所有前線警員舉行了第一場講解會 提供了訓練 讓警員了解執行維護國家安全法例 這個講解會 希望確保前線警務人員 能夠持續專業高校 揭進全力執行維護國家安全法例 會上提及 維護國家安全是警隊的使命 亦是警務處處長首要行動項目重點 即是to be number one 要求每一個警務人員 在各自的職能上 這件事 我覺得很難 不過 真的嚴重 為什麼說真的嚴重呢 其實 是不是每個人的職能上 都有 和國安有關的事情 其實我是打一個問號的 其實 這個講解會說了什麼呢 就是 警務處有法必依 第一句沒有問題的 第二句 一般人不受影響 第三句就是違法必救 有效執行港區國安法 以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確保國家安全 免受威脅 社會繁榮穩定 繁榮穩定 集中精力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 市民安居樂業 這樣 這個就是那個說法 我看到那些幫友都不敢出聲說 不要緊 沒有所謂 我們說一下這件事 為什麼我說這件事很奇怪呢 其實 沒錯 立了這個法律 其實是要執法的 當然執法也有一個準成 當然執法也有一個準成 但是 需要不需要強調 執法必嚴呢 我也不知道 違法必救 以及 要執行港區國安法 以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其實一般人都不會犯到這些法律 究竟警察部 一般的警員 會不會經常看到 犯國安法 或者犯了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事情 其實我認為是不會的 即是一般 警察走避的時候 怎麼會呢 即是說一下不同的部門 你做O記那些 說真的 即是黑社會老黑那些就是老黑的 對吧 即是你不會說是危害國家安全的話 即是沒有那麼容易 是有 即是國安的成份在裡面 對吧 即是你想想想 各自的職能上 要 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其實也可能沒有這個職能 那 Rotis諾威娜就說 是不是內部消息 主持人如何得知 新聞報而已 我照樣看新聞我講出來而已 那算不算洩露國家機密呢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其實這個 是不是 放得出來的消息 又是一個問號 哈哈哈哈 丁丁就說 警察 不是保障市民生命財產 和香港治安嗎 他現在 這個是No.1 現在說 是警務處處長首要行動項目重點 這個是 維護國家安全系 其實一般警察 我想了很久 看了這篇報道 香港的媒體報出來的 我又覺得很奇怪 其實一般警察 有多少真的會接觸到 國安有關的事情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 哈哈哈哈 小楠就說 新聞有說 內部消息 對呀 新聞有說我才敢說 新聞沒有說我怎麼說 別人報給我聽我也不敢說 哈哈 別人報了給我聽 不是啊 因為會以身示法 你知道嗎 有人報了給我聽 有時候我也不敢說 為什麼有時候 我也不敢說 我就說實情 因為隨時會變成犯法 因為洩露了香港社會 和經濟發展的秘密 在23條裡面有的 至少有其他媒體說了我才說 我不會第一個說 如果我是第一個說的話 那我就犯法了 對不對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好吧 所以很有趣的就是我 廢禹家人說真的要改名叫國安 其實警察做的事情 是不是真的所有警員 前線警員 會有很多國安的事情 我就是很懷疑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抄牌也跟國安有關 遲些要講到 其實我自己也不知道 是不是 首要行動項目重點 他說警務處處長 現在不是抄牌 才是首要行動項目重點 現在是維持交通安全 才是 是行動項目重點 不是嗎 哈哈 我搞錯了 原來 哈哈 哈哈 哎呀 真是糟糕 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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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W我作為 飛黃蟑螂的正常人 嘍 他說他不是黃色 又不是蟑螂 看到現在政府的政策 已經對政府 越來越反感 其實我又不是反感 我覺得有些荒謬而已 為什麼我說有些荒謬呢 就是 一般人怎麼會犯國安法 一般警察 平時日常行動 不需要履行他們的國安職責 我也認為他們要 但是 有沒有這麼重要啊 有沒有這麼嚴重啊 哈哈 哈哈 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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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個地方很恐怖 人人自危 我聽到就是 我聽到這個消息 我相信媒體是如實報道的 我相信媒體是如實報道的 但是你如實報道的負面影響可以多大呢 我覺得可以很大 其實是 一般警察 都要 負國安責任 一般警察不是負治安責任的嗎 哈哈 所以我搞 嚇到我也有點害怕 哈哈 哎呀 真是嚴重 好了 這家人說 即是新聞報道都洩漏秘密 我不知道會不會 就是 哈哈 哈哈 我不知道 就是說 是不是洩漏秘密 我不知道 就是我沒有辦法衡量什麼秘密 所以別人說了我才說 那就是洩漏的一定不是我 哈哈 那就安全了 哈哈 好了 阿威就說 說就天花龍鳳 做就九樓吹炮 炮聲很大 捉人 捉到什麼 最多 未放人 走 就再貼紙 再到處貼紙 拆過輕兵 最強捉到法庭 又告不入 其實情況就是這樣的 有些人真的 真的告不到 說真的 他們用了什麼方法呢 就是 取保後查 給一些人 經常都要去 報道 其實這樣是很 阻礙那個人的 其實是 我覺得有多些證據 才可以用這個方法去做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根本 影響的人 其實現在真的不少 就是我的看法 滴丁說 晚上工廠區大抄牌 這些是 夜繽紛 這些叫抄牌夜繽紛 你不認識的 哈哈哈哈 哈哈 是不是 佐特就說 我搞錯了 抄牌是日夜繽紛 才真的 日夜都繽紛 抄牌就是 Jeff Ho說 也是那句 現在國家 很不安全嗎 我看到是欣欣向榮 我就覺得奇怪 所以就是 其實 是不是真的這麼危險啊 你不認識的了 這些地緣政治的事情 哈哈哈哈 我覺得很嚴重 哇 這些 這麼危險的 我真的嚇死了 這個 其實有些事情 我覺得很好笑 就是 就像RitterUMM所說 海關都牽涉 龍蝦都跟國安有關 龍蝦都跟國安有關 我記得關長出來說 就是國安與你息息相關 那 不是吧 你要說到這麼危險 那 那麼 輝日人類命運共同體 他就說 手術成功 病人死了 現在很嚴重 其實我不明白 為什麼 其實他們 那幫做官的人 其實他們的感覺 跟我們是不是有這麼大的差別呢 我們經常都覺得國家很安全 哈哈哈哈 一回到中國大陸 哇 整個人都覺得安全了很多 哈哈哈哈 一過了深圳河之後 個人都安全了很多 但是人家那邊都沒有怎麼提國安 哈哈哈哈 哈哈 這個真是嚴重 那麼 那麼 山差麥牙說 第一個感覺就是 覺得這個國家是不是很不安全呢 為什麼經常都要提國家安全 其實香港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他 好像只管一些魚毛蝦仔 那些官員那些 有特權的人 現在是不管的 現在是 究竟在做什麼 我是不知道的 其實 你跟那些前線的警員說 要履行國安責任這部分 沒有問題的 但是 他們實際上 有幾多人會接觸到 有國安相關的案件 其實應該也不會多的 正友就說 好像變成了有國安 沒有字 那國安沒有字 那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這個真的是 不理解 道義就說 開會說 國家有重要任務給你們 哈哈 我也不知道 所以現在 我覺得整件事就是這樣 那兩方就說 人說你再說也有可能犯法 例如轉貼煽動文字 剛才我沒有煽動 一定要說 不過我覺得奇怪而已 就是為什麼香港會這麼危險呢 好像 哈哈哈哈 現在怎麼這麼危險呢 那道義就說 現在每個人都變成007 那其實 我就覺得這件事是很奇怪 那好了 威就說 柔柔縱口 防民之後 基於防策 國家安全 一向都是只做不說 其實我理解 其他地方 都不會這麼高調 這麼高調去做 因為國家安全是借口 就像美國一樣 你威脅我國家安全 其實就不關事 你妨礙我賺錢 哈哈 哈哈哈哈 你什麼要我國家安全 我修你皮 哈哈哈哈 但是香港是有特色的 這個真的是 那 那OK就說 越催得危險 就凸顯國安重要 所以就一定要催大它 那 那 CK就說可以上連登 看看有多少抹黑 中國和香港的帖子 哎呀 人家說而已 難道人家說一下 你也要拘捕他嗎 說一下也不允許 其實連登那裡 是不是每個人說的東西 都有問題呢 我又告訴你 又不是 他只是口喊喊 口喊喊那些是可以的 即是 是有言論自由的 基本法是給大家有言論自由的 即是口喊喊那些 其實 你不可以說是跟國安有關 別人口喊喊也跟國安有關 我 前兩天看到一條視頻 就有人 講錯話罵這個特首 講錯話罵這個政府官員 是講錯話罵 其實我也沒有 我也要說 那麼 講錯話罵那個阿哥也沒有被人抓到嗎 哈哈哈哈 跟國安沒有關係 你知不知道有些事情是 有些事情是不關事的 真的不關事 他罵 政府也不是 煽動人去反政府 罵就罵 你做得好就贊 才可以贊的嘛 做得不好就罵 是不是 哈哈 哈哈 那麼 Billy Baird說 不如直接授權警員 直接可以射殺可疑者 沒有這樣的 你猜007嗎 你真的3 onun的 哈哈 那個特區警察變 è007 哈哈 哈哈 你真的覺得就是007 不是啊 好了 姊她說 香港有國安公署要出糧 這條條數又是因為國安不公開 但香港要結給錢 做了錢後需要跟等 但是這件很小事 這是沒問題的 沒問題的 這也是MF嚇死人了 三省不新 自己檢討有沒有犯法 是檢討一下有沒有犯法 強姓問了一個問題 百度昨天最多升了7% 是不是炒完了 其實我講過百度那些 自己都要小心 因為其實Apple 她不會只是跟百度商討 我肯定她不會只是跟百度商討 她一定會跟其他公司商討 所以我升7% 是不是還可以炒 我覺得還是謹慎一點 我個人從來都是從謹慎的方向去看 千萬不要奮身 我的看法就是 為什麼我說千萬不要奮身呢? 因為這些 這些是鏡花水月 那些是鏡花水月 為什麼我有這樣的看法呢? 蘋果她們找的合作夥伴 可能有幾個 真的 她不是真的只會用百度 而且這些是初步討論的 這個9988是初步討論的 當然有些人當然會說 不是一定會競升的 我的看法就是 我是很悲觀的 因為香港很搞笑的 其實呢 這個我講回昨天的情況 你要看昨天的情況 你就會知道 那個股價呢 是一開始就 是一開始就打了上去 其實 不過之後 之後已經跌下來了 那你說 又沒得炒? 我說的現實就是 沒得炒 哈哈 這個人根本就是沒得炒 你覺得有得炒 我也沒辦法 我就認為是沒得炒的 因為 蘋果 就算是用百度也好 不會真的有什麼好處 用AI那些 其實 Vitter UMM就說 威脅我飯碗飯 國安抓你 粗口麥大媽也有罵前特首 沒事的 其實粗口罵特首罵官都沒事的 沒什麼問題的 佐特就說 現在只可以說超過好事 說粗口沒有官你做的 Ester Wong就說 如果說粗口罵特首要抓的話 就要善賴賴賴賴賴卷 那時候沒有法律 現在多了新法律 BIGFACT官就說 香港太危險了 太多外國勢力 這個我又覺得很奇怪 你說是不是真的太多外國勢力 我真的打過問號 我真的打過問號 輝日人類美人共同體 他說三體其實是隱喻美國打壓中國發展 三體那裡 現在又有些人罵 因為三體在Netflix第一集 他拍到好像 亞視那一套 《還看今早》 第一集好像《還看今早》 革命無罪 造反有利 這些一定是文革時代的口號 革命無罪 造反有利 哈哈哈哈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哈哈哈哈 有人罵 先休息一會 回來 我就說一下三體那裡 其實有人罵就是 為什麼西方拍的時候 第一集就是拍這個部分 為什麼 專門抹黑中國的 Netflix 我一定要說一下 三體那本小說 他最初出版 真的一開始的時候 已經是講文革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已經是講文革時候 但是為什麼 之後的版本 他放在第七章那裡 其實是有原因的 其實是有原因的 這個有人說是審查的 我就告訴你 不是審查 其實這些小說 他最初出版是連載的 就是柳慈欣 最初是連載式的小說 他一開始的時候 就講文革 其實有沒有問題 其實國內也沒有問題 那些情節是沒有刪減的 只是調了位 有些人說 不是啊 有國內審查的 休息一會兒再詳盡說 就是這個三體的問題 如果是你適合的 就找柳慈欣購 我都知道 好 有這麼多多的 好 我們一樣 有些人在想要 就是這個 很好的 等等 有一個人 限定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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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